保齡事件 保齡茶室 保齡危機 事已自此 四路齊發 無需再談 所謂四路齊發 一個一個跟大家報告 第一路 叫做 查驗 到現在為止 還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就是大家最害怕的 因為已經死了兩個人了 後面還有四個人加過病房 如果你告訴我 好 是所謂的 我們最近在講的 有沒有 這個叫做 米酵菌酸 哦 很毒啊 我們台灣從來沒有過 那這次因為在這個版條啊 在米製品當中 米酵菌酸 非常的毒 那它可能是這個什麼啊 就是各種毒物的疾被毒 你確定是的話 那也好辦 我們要想辦法排除這個毒 它是被下毒 還是說 它從這個河粉 從果條裡面放多久 那它就會產生 那如果你確定原因的 那沒問題啊 可是目前為止還沒有確定 觀眾朋友 現在目前是多路齊發 第一個 叫做 查驗 衛福部把當天餐廳的所有食材帶回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不要忘記了 餐具也要注意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段期間去吃飯的人還不少 但有些人身體不舒服 有些人微微不適 有些人重症到已經過世 對不對 狀況都不一樣 那有沒有這段期間也吃了類似的食品的人 有 那也有人沒有怎麼樣的啊 那你怎麼就確定就是果條 就是河粉 就是米酵菌酸呢 所以既然不能確定 就要全面清查 然後原本下個禮拜二才要進行的解剖 我家屬都同意 今天就要進行解剖了 我在錄影當下的時候 馬上法醫要進行解剖了 去從他的肝根腎還有其他器官當中 去採樣以後 大概也是一兩個禮拜 確定他到底是什麼毒素 是不是剛剛掌的米酵菌酸 所以查驗這點非常重要 查驗出來之後呢 才能夠安民心 第二路 叫辦案啊 觀眾朋友 真的不能排除 到現在為止沒有人敢講 這是人為啊 這是有人故意下毒 沒有人敢講 我們也不應該這樣講 但是我必須公開說 絕對不能排除 如果他今天不是因為食物不乾淨 有人說 保齡茶是不是說到331 你看今天都已經328了 他馬上就要結束營業了 他最後只賣了可能幾種產品 其他東西就不賣了 所以沒有再進貨了 他是不是清冰箱 大家會自己想 會不會裡面都放了好幾年的東西 拿出來給大家吃 所以博物語心 好 這個假設跟這個邏輯是說得通的 如果說他老闆已經是把這個 結束營業之前把很多不新鮮的食材 拿出來給大家消化掉 那這樣做就是沒有道德 這個商人怎麼這麼做 這是有可能的 但我要問一件事情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應該所有吃過板條的人 都會有一樣的症狀才對 為什麼有些人有些沒有 是因為身體的抵抗力嗎 所以辦案是非常重要的 當天所有的員工 前後期的這些甚至離職的人 然後老闆跟該店的店長 都要去查 你要知道果條這個事情 他們的果條的供應商 你要看進貨單嗎 還是說半年內已經根本沒有進果條了 這個都是以前的 敦迴 已經半年沒錢了 這都是以前的兵庭 你要跟大家講 所以警察要辦案 辦出來真相到底是怎麼回事 有沒有清兵庫 有沒有這個果條的供應商出問題 果條供應商昨天喊冤說 沒有 我們賣給十幾家的這個業者 我們賣給四家餐廳 我們還給三家中盤商 沒有人有問題 所以果條業者現在講說 我們應該沒事吧 我們沒有 我們的東西沒問題 那既然是這樣 果條的供應商 給其他的餐廳也沒有 那你能確定是果條嗎 不能 所以往人為的方向 講更白一點 是不是有人俠院 是不是有債務糾紛 是不是有什麼恩怨 有人故意要來害你 可能要修理你 警告你 讓你的餐廳大家吃了以後 拉肚子 沒想到出手過重了以後 居然致命了 警察的辦案 必須立刻司法檢調 同步也在進行 第三個就是搶救 不要忘記 我剛講還有四個 不幸的這個國人朋友 真的說實在的超不幸 我們今天就去吃個飯 對不對 大家開開心的吃個飯 又回來以後 你看那一位66歲的先生 他女兒講到哭 多難過 吃個飯回家以後 拉肚子一個晚上 拉三十幾次 然後第二天去看醫生 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樣 跟他一模一樣 第二天就是去診所 以前我都這樣 就有滴滴滴 然後懦羅病毒 那你就吃藥 結果沒想到 身體越來越虛以後 第三天是 躺在床上 枕頭床單 我看到他女兒的描述 我是在看的真不忍 全部都濕透了 表示他大出汗 倒汗以後 虛脫躺在床上 心跳變慢以後 手弄不起來 整個人貪軟了 趕快叫救護車 是扛去醫院的 他已經第三天就沒有辦法 自主活動了 然後到醫院去以後 就急救 插葉克膜等等等等 沒有用 回天發暑 多慘 就是吃了一頓飯 所以 還可以 還 還在這個加護病房努力的 我們現在也 希望這些 不幸這個 受害的國人朋友 你們都能康復 大家都給他們加油打氣 好不好 然後醫護拜託加油 好不好 這件事情是恐慌 吃飯都會吃死人 誰不恐慌 我就問你 你現在敢吃嗎 沒有人敢吃啊 不是只有不敢吃 果條跟河粉 餐廳可能暫時算了吧 先不要上餐廳了 誰知道 那個是百貨公司的餐廳 對不對 都出問題了 那你怎麼保證這一家那家不會有 所以大家會害怕 所以怎麼辦 要安民心解明會 你應該要出來跟大家說明 而不是讓大家記得去追你讀訪問 而且 話財剛講完 昨天早上的那個回應之後 昨天中午 第二個泥彈子都出現了 絕對不能再輕忽了 今天早上也一樣 又一個公務行程 跟侯友宇兩個人 什麼捷運線 動工什麼的 講完 他突然發現 我也不知道了 他可能也覺得說 他應該要改變他的態度 取消行程 持奔行政院 跟行政院報告 台北市需要一些幫助 然後我會建議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每一個部會都一樣 因為現在目前發生在台北市 餐廳就在台北市 你也不用講說 有人住台南有人住新北 不重要 你寧可做的更多 不要做不夠以後被批評 台北市長跟台北市衛生局 從今天開始 在未來的兩個禮拜 包含化驗肝腎 毒物到底是什麼 包含化驗食材跟器具 不管是什麼毒物 什麼細菌 你把它查出來 確定之前 台北市長跟台北市衛生局長 甚至連警察局長 或相關的這些單位 每天固定記者會跟大家開 不用開場 什麼一個小時不用 十分鐘就可以了 然後接受記者的QA 你會給市民一個感覺 市長衝到第一線了 我們現在都怕對不對 但沒關係 有一個人在第一線 什麼人一定會這樣做 我告訴你 阿伯一定這樣做 盧秀也一定這樣做 因為當你市民的生命財產 做到威脅的時候 市長不管是 市長是男生還是女生 不管你是所謂的這個爸爸市長 或者是哥哥市長 或是媽媽市長 保護市民是你市長的第一職責 講完看起來 今天的行程 趕快取消就是一個改變 應該是這樣做 因為你必須跟國人說明 跟市民說明 跟市民說明 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做出 grand